大家好是小鹅 今天呢 用一把韭菜和五个鸡蛋 分享一个简单营养 一个特别好吃的篮子早餐 先把韭菜清洗干净 浆干水分 再切成韭菜末 再加入少许食用油 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形成一层油膜 隔绝盐沸 减少出水 再把其中三个鸡蛋 打入小碗中 再用筷子把鸡蛋充分浇散 锅热之后倒入少许食用油 油温微热倒入蛋液 再用筷子迅速划散小块 鸡蛋炒好之后炒出放凉 再准备一打饺子皮 买的和自己做的都可以 按摩上多撒上一些干面粉 饺子皮三到四张落到一起 中间多放一些干面粉 防止擀的时候粘连 落好之后我们把边缘 用力压结实 这样擀的时候不容易错位 然后用一擀面杖把它擀薄 两面一起擀 这样大小薄厚更加的一致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做春饼 也特别的简单 而且张张又特别的薄 全部擀好之后我们再尽快 把一张张的接下来 接的时候轻一点慢一点 放着把饼皮戒破 这样擀出来 张张的薄乳质 简单快速 鸡蛋放下之后再倒入韭菜中 加入盐 小墨香油 蚝油 韭菜本身就非常的鲜美 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 搅拌均匀 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再准备一张面皮 中间放上一大勺馅料 把它整理成长方形 先上下折叠 再左右折叠 然后紧紧的卷起 我们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非常的简单快速 成分包好之后 把剩下的两颗鸡蛋打入小碗中 加入少许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随着准备工作就准备好了 电缅称火拼锅 开小火 翻开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油温微热 放入饼皮 拉到生皮底部金黄 再均匀的淋入蛋液 再盖上盖子 中火焖3-4分钟 焖到蛋液 变得凝固 膨胀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用两个铲子 伸到饼子底部 这样把它端出来 不容易破皮 那好之后呢 直接把它给切成小块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韭菜卷 上部薄皮大馅 底部焦香粗碎 吃起来真的非常的鲜美 营养呢也特别特别的全面 做法超级简单 喜欢就吃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收藏 点赞 关注 转发一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